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有三个令人兴奋的新闻要点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上海即将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将会聚全球顶尖的AI专家和企业家 展示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最新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 这次大会将成为全球AI领域的焦点 引爆全球视野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在纯电汽车市场的惊人表现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预测 比亚迪在2024年的纯电汽车销量将超过特斯拉 正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显示出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强大竞争力 最后 我们来聊聊苹果的新动向 最新消息显示 苹果计划在2026年推出搭载摄像头的AirPods 这一创新设计将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 上海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即将在上海召开 自2018年以来 这个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 吸引了大量观众和参会者 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综合性会议 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 从底层芯片到核心算法 从软件模型到智能终端 形成了完整的全产业链 近年来 人工智能产业的规模和创新成果 在上海不断扩大 吸引了大量优势企业和创新人才 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的形成 上海还通过产业基金 政策规范和人才引领等多方面措施 构建了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 进一步激发了人工智能产业的活力 网易 嫦娥6号任务成功带回月壤 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的又一次辉煌成就 供电系统负责人杨恒东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辛勤工作 确保了嫦娥6号任务的顺利进行 自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以来 杨恒东一直参与供电保障工作 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 见证了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每一步进展 杨恒东和他的团队 在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维护中 克服了各种困难 确保了供电系统的稳定运行 杨恒东的故事不仅展示了 航天人的敬业精神 也体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 不断进步和壮大 网易 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报告 预估2024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 将突破1000万辆 比亚迪的销量将超过特斯拉 随着纯电汽车的快速崛起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预计内燃机汽车的市场份额 将在未来4年内降至50%以下 中国在纯电动汽车市场中 占据主导地位 预计到2024年 中国的纯电动汽车销量 将是北美的4倍 并在2027年之前 保持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 比亚迪和特斯拉 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 将更加激烈 混合动力汽车在短期内 将继续主导电气化细分市场 腾讯 你是否想过耳机也会有配备摄像头的一天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苹果似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早在今年2月 外媒就爆料 苹果正在探索带摄像头的AirPods 及智能戒指 如今 最新消息显示 苹果计划于2026年 量产拥有红外摄像头模组的AirPods 这款耳机不仅可能配备屏幕 还将支持摄像功能 俨然成为一款随身迷你相机 红外摄像头的主要用途并不是拍照 而是测距 通过计算发射与反射信号的时间差 提升空间音频的效果 此外 苹果还为AirPods准备了生物监测模组 提供心率 体温等数据监测服务 结合Vision Pro的发售 苹果显然正在将AirPods 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空间计算辅助设备 进一步提升用户的虚拟体验 网易 聊起网络搜索引擎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 由麦吉尔大学开发的 Archie拉开了搜索引擎的序幕 33年后的今天 传统搜索引擎 已经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选择 AI大模型的兴起 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新的可能 腾讯元宝 AI深度搜索功能全面升级 提供更结构化 更丰富的回答 小雷体验后发现 元宝 AI深度搜索 在生活和专业场景下都表现出色 能够将问题拆分成多个小点 进行分析解答 不过 常文分析也增加了用户的阅读成本 未来可能需要在观点提炼方面进行优化 随着会员大模型的持续迭代升级 腾讯元宝 AI搜索将变得更懂用户 尽管AI搜索赛道竞争激烈 腾讯元宝 AI深度搜索的多元表达形式 为行业带来了新的启发 网易 据越南青年报报道 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 2024年前5个月 越南有4大类商品出口 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其中 计算机 电子产品 及零部件出口金额达270.1亿美元 同比增长31.6% 各类手机及零部件出口达22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于11% 越南已超越印度 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出口国 第五大计算机出口国 近年来 越南电子产品 计算机和零部件出口 保持强势增长 主要归功于来自韩国和日本跨国公司 在电子元件制造领域的大量投资 越南电子企业协会表示 越南电子行业出口连续10年 排名全国第一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0%以上 为了使整个电子及零部件行业继续发展 越南国内制造企业 必须积极提高竞争力 并在公贸部的支持下挖掘发展潜力 腾讯 近年来 大模型技术 在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崛起 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的重要引擎 然而 金融领域的大模型应用面临着三大挑战 首先 训练大模型需要巨大的硬件算力 随着模型参数规模的持续扩张 对算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其次 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和隐形偏见 最后 法律法规对数据隐私的严格要求 限制了高质量数据的共享和利用 联邦学习作为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范式 允许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协作训练模型 为解决大模型应用落地的技术难题提供了创新路径 微重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杨强认为 联邦学习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 通过分布式算力中心协同训练大模型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算法效率 进而推动AI技术在金融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网易 在大模型创业浪潮中 腾讯选择了一条冷静且务实的发展路径 2024年5月30日 腾讯推出了基于会员大模型的APP元宝 专注于提升生产力场景的信息组织和交付 尽管外界感受到腾讯的冷静 但实际上内部节奏非常紧张 腾讯会员大模型负责人刘玉宏透露 会员大模型已经支持了腾讯内部近700个产品 并沉淀出了一套平台工具和合作模式 刘玉宏强调 虽然OpenAI提供了示范效应 但腾讯坚持自主研发 从零开始 逐步验证和优化每一个细节 未来 会员大模型将在多模态理解和生成 增强推理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务实地推进AGI的发展 网易 Realm 在7月3日公布了即将发布的 Realm真我GT6手机的屏幕参数 该手机被称为直屏灭霸 亮度达到1000尼特手动峰值亮度 1600尼特全局激发亮度 以及6000尼特局部峰值亮度 支持Pro XDR高动态显示 并采用京东方S1加柔性直屏 此外 GT6还具备护眼功能 支持三家Epos低频闪DC调光和2160Hz高频PWM调光 屏幕采用8T LTPO技术 功耗节省20% 并具备2500Hz触控引擎和金凯玻璃防护 耐刮能力经过5000次钢丝融测试 该手机将于7月9日发布 搭载骁龙8 Gen3处理器 配备50MP旗舰大抵主射和超白瓦闪充电池 国内首发Next AI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华硕2024 Next Gen AI PC轻薄本发布会推迟至7月17日 IT之家7月3日消息 华硕官方宣布将于7月17日20点 举行新品发布会 预计推出搭载AMD锐龙 AI300系列 处理器的轻薄本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华硕海外确认将于7月15日 推出搭载AMD Ryzen AI300系列Strax Point处理器的新款 ZBook S16-0116 Air OLED笔记本电脑 然而 百思买后来将这款机型的发售时间 推迟到了7月28日 因此 国内发布会时间也从7月8日推迟到了7月17日 预计此次发布的新品包括 0116 Air 核创Pro2 PX13 前者为大屏核显超博本 后者为独显创意本 QCY Melobots Pro全能仓主动降噪蓝牙耳机发布 IT之家7月3日消息 QCY宣布推出15周年特别新品 QCY Melobots Pro全能仓 这款自适应主动降噪蓝牙耳机 以上价京东开启预约 首发价199元 耳机支持46分贝自适应主动降噪 宽屏范围2500Hz 配有双重通透模式 人声增强模式和360度空间环绕音效 还配有6麦克风通话降噪 支持HIRES金标音质认证及LDAC传输协议 传输码率可达990kbps 支持96000Hz 24倍采样率 耳机支持双设备同时连接 配戴检测 查找耳机等功能 最低80毫秒延迟 搭载蓝牙5.3 续航方面 开启降噪后 单耳7.5小时续航 总续航30小时 关闭降噪后 单耳8.5小时续航 总续航34小时 耳机将于7月8日晚8点开售 于成东 想借S9将于7月8日亮相门店 三言科技7月3日消息 华为于成东在微博发文称 想借S9展车将于7月8日上午10点亮相门店 他将尝试当一天华为旗舰店店长 介绍这款新车的设计 官方将同步开启直播 车评人说车的小宇将和他一起揭晓 想借S9的更多秘密 于成东昨日在微博公开了 想借S9内饰细节 想借S9配有后排零重力座椅 并搭载扶手屏 预计售价45至55万元 车长5160毫米 宽1987毫米 高1486毫米 轴距3050毫米 中国信通院在2024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 发布了2024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揭示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式发展 带来的智能算力需求激增 并强调算力已成为战略资源和科技竞争的焦点 白皮书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全球AI企业数量接近3万家 其中美国企业占34% 中国企业占15% 中国信通院院长余晓辉指出 中国正在从大模型的进步中看到迈向通用 人工智能的曙光 这预示着中国在全球AI领域正逐步展露头角 工信部总工程师赵志国在2024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表示 近年来工信部紧扣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战略目标 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建设 赵志国特别提到 工信部已经在人工智能 人型机器人 6G等新赛道上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新兴领域不仅代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 也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 近日 高德打车推出了动态推荐换路功能 通过智能交通算法 综合多重现实要素 事实提示潜在的 具备明显优势的路线选择 比如 乘客在日常打车上班途中 如果原本选择的路线因突发原因出现严重拥堵 这一功能会自动推荐避开拥堵的替代路线 并展示时长 距离 红绿灯数量和价格等详细信息 让乘客根据实际情况 自主决定是否改变路线 用户只需将高德地图APP升级至最新版本 即可在使用高德打车时体验这一便捷服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